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热搜榜上乍一看能看到一个简短的词语 参半 本以为参半是什么好坏参半一类东西的意思 然而点进去后却惊人的发现参半竟然是一位又纯又郁的小姐姐的网名 只不过随着这条热搜被网友们无数次的点阅 参半的纯郁人设也随之崩塌 而那些被遗忘已久的互点网记忆也随之被唤醒 不少人见到他可能觉得眼熟 参半 微博全称参半喵 在网红圈里是一个比较小众 纯郁相间 像极了水蜜桃的女孩子 她本人也长期在网上宣传自己的纯郁人设 一张张相应的美肩美腿的照片 无不再勾引着直男们犯下罪孽的种子 不过这个名字随着暗箭的曝光却已然 已经变味了 参照半葬森林做了小三知识 简称参半 半葬森林也同样是一位网红圈里 比较小众的网红之一 长相甜美 让人看了心生怜爱 不过这样的少女做出的事情却令人十分胆寒 她的行为言简意该就是知小三当小三 同时还要当小三中的战斗三 不仅美化自己当三的行为 还要发文庄庄无辜 把别人家的原配呛一呛 而要说参半和半葬森林孰强孰弱 那自然还是参半的功力比他还更上一层楼 而参半之所以被曝光正是因为 他插足了把自己当亲妹妹对待的摄影师的感情 导致这位摄影师和认识十年 且已经订婚 准备在2020年结婚的夫妻分了手 这位摄影师叫南华 也就是爆料参半当小三的原配本人 是南京的一名知名摄影师 而参半则是他镜头下的模特 两个人最初相识是在2019年5月 南华偶然间看到了参半的照片 一眼就相中了这名少女 将找参半来拍他的古风作品 两个人就这样产生了孽缘 而这也是南华老公和参半的第一次见面 四个月后同样因为工作原因 南华第二次找了参半来拍作品 这一次拍摄完 南华出于好心 于是便让自己的未婚夫开车送了参半去高铁站 结果未婚夫花了近乎平时开车两倍的时间才回到家中 南华觉得去趟车站来回四个小时未免有点久 起了疑心 于是便询问未婚夫为何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但却被未婚夫以中途饿了去吃个饭的解释 蒙混过怪 南华拥抱了他 然而却并未从他的衬衫上感受到任何饭菜的气息 如果分析的没有错的话 真正饿了想要吃饭的应该就是参半了 然而因为未婚夫是相处了十年的男友还订了婚 两人并且为着共同的事业在奋斗 南华自然很快就打消了顾虑 只是没有想到 只过了半个月 参半和未婚夫之间 事情就被自己逮了个正着 南华无意间发现在未婚夫的手机里 尽是参半的自拍和裹照 而此时 南华却还在顶着高烧为参半修图 想着如何才能让参半更有气质 那些裹照到底多了 但凡客代表放出一张原图 可能账号都要没了 而参半却明知这是别人的男友 却依旧堂而皇之地发了一条条赤裸信息条形 信息到底多赤裸 还请小伙伴们做好准备息息品味 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痛恨的地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着实是刷新了不少网友的三观下线 南华在比对了这些信息的时间后 惊人的发现参半一边撂别人的男友 一边还抱怨南华没有给他插队修图 想着别人男友 参半还俨然自己是老总一样 以为自己手握大权 一边勾引别人的未婚夫 一边支配原配去工作 比吸血的蚊子还要令人作呕 南华发现他染指自己未婚夫时 还给参半发了微信说 我知道了你们的事情 结果参半里都没理 南华一下就把南华拉黑了 此时这场狗血剧的男主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发信息给参半打算 结束这场荒唐的闹剧 而参半的回复 却好像显得他也是被害者一样 只是我不懂感情 这句话听起来是多么的无辜且矫情 而不久 参半还顺便被挖出了 他是惯犯的料 原来在参半聊南华未婚夫时 其实参半是有男友的 而当参半收到南华的微信后 还转头给自己男友发了一句 我还是只能爱你 我爱不了别人 依旧如此 也就是说他不止插足 还出轨 还同时绿了两个人 只是参半的男友 也不是什么普通质量男性 因为曾经有过被绿的惨痛教训 所以并没有接盘被甩了的参半 同时还向受害者南华全盘拖出 参半曾经和多个男人调刑 发过罩的黑鸟 事后 南华将所有黑鸟都抖到了微博上 无数网友看到此次事件后 激情在线辱骂他做小三 这也就有了参半冲上热搜的那一幕 面对高压的舆论 参半终于回复了南华 只是他却非常手段高明的把锅都甩给了渣男 当然渣男活最难逃 但参半知三当三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他嘴上说着对女方的伤害 表示永久的忏悔 然而却把道歉的话藏在了评论区 同时还自己蹭自己的热度 道歉带着话题 最有趣的是事发后台把微博关注七天可评论 改成了关注可评论 网友们这才明白原来参半是在等着大家骂他 接下来他又在第二天的凌晨四点 迫不及待的发了一条配着文艺文字 外加自己精心挑选过的12张美照的微博 明显可以看到参半还开通了微博广告 为自己增加收入 网友们不解这条微博的用意何在 为了宣示美貌 还是为了掉心的哥哥 趁着这次原配亲自下场吹他 参半靠精修和矫情文字 营造的文艺女神人设彻底崩塌 而同时除了人设崩塌 参半还被扒出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料 参半和人初次见面就说自己是京圈官二代 在某地有别墅 外公家是显赫 外婆是大家闺秀 因为眉眼有几分范九亿的影子 自称海淀范冰冰 在和那些哥哥们的聊天记录里 还不忘拿自己和范冰冰比较 虽然范九亿人品不怎样 但参半也算得上是登月碰瓷了 而一直自称是京圈名媛的他 其实是河北人 他谎称自己爸爸是中科院的 其实是中学老师 在17年他一直在营销自己 是北京来的小华身高1米7 结果实际上却又变成了1米68 发育肤增长 同时他为了虚荣心 在为淘宝卖家做模特时 也一样虚保身高体重 结果导致卖家租了高额场地 以及摄影师家助理后 到了现场发现真人 从卖家秀变成了买家秀 所以显而易见 那个在京修图里可纯可欲 充满风情的参半庙 实际上不仅人设崩塌了 就连身材也是假的 所以也能理解为啥 南华发烧也要给他修图 就是他的图难修 结果他的真实照片 都和京修图差一车的风情与清纯 他大可能是读了几本书 也从中有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总觉得道德治过了自己 让他喘不过来气 于是他便打碎了名为道德的高墙 放飞了他比天还高的心 踩在道德线上 他无比的兴奋 甚至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且清高 所以对于当小三这件事 他依旧转发了朋友站他的微博 后来他大体是觉得自己犯了错 于是就发问 你们就没有犯过吗 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标榜自己的独特 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自由 但小三之所以为小三 就是因为破坏了二人才是情侣的规则 要不也不能称之为第三者 追求自己的自由没人拦着 但不要打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幌子 去行苟且之事 那对你来说是自由 对他人来说 却是赤裸裸的掠夺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参半的故事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